電腦牌牙的話可以把它戴的位置黏得非常精準 至於陳同學的牙齒說明矯正情形 和傳統大鋼牙套的矯正不同 陳同學戴的是利用3D列印技術所產出的模型 所製作出的透明牙套 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疼痛感 可能就會覺得有牙齒有被在壓的感覺 就差不多那種感覺而已 就是沒有很大的不適 主要就是我們可以精準定位 所以病人可以減少從年的一個需求 然後橡皮筋可以拉的比較少 這是好處 那第二個透明牙套的部分 它的好處就是說比較看不到 然後病人的話在整個矯正的過程當中 可以不知不覺的進行矯正 醫師表示傳統矯正治療 多搭配矯正器和矯正線使用 精準控制牙齒移動 但缺點是容易摩擦破皮和清潔不易 但現在藉由科技輔助電腦3D排牙 再輸出3D列印模型 製作成矯正器定位導板 減少治療過程中的不適 和拉橡皮筋咬合的機會 最後再套上透明牙套來增加美觀 第一個就是我們利用電腦的一個排牙 然後來幫我們做出類似這樣的一個齒膜 然後精準定位我們在放置矯正器的一個位置 那這樣的優點就是說可以防止呢 患者在治療過程當中還要再重黏 或者是呢我們臨床上呢 有時候我們要做一些橡皮筋的拉動的話呢 也可以減少這方面的一些需求 醫師也指出患者依照症狀輕重 可能會使用20-40伏的引擎牙套 患者必須配合度高 如果常偷懶沒帶很難得到預期效果 而且費用也不便宜 要價18-20萬 想要普及到一般大眾恐怕得再等等 記者在理教的中藏刀